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魔术队的重建时间轴数里 那么还是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魔术队近10年其实走得不算容易 2004年在一撞人签选入Dry Harbor以后 很快的在入队第5个赛季便率领魔术队打进NBA总冠军赛 然而却因为球队的补强不够积极 最终和球团出现矛盾因而喊卖我 魔术队2012年夏天在一笔设计非常欺慕人队 洛杉矶湖人队和丹佛金快队的四方交易中 将Dry Harbor送往虎人队 这笔四方交易案的细节就不多加追溯 大家只要知道魔术队在送走Dry Harbor以后 一共给球队换来6名圈和4张选手签 这6名圈分别是Aaron Arfalo Al Harrington Nikola Vucevic Christian Yengar Mohakless的George McRoberts 至于4张选手签的细节是2013年的直轮签 最终转换成没有增长过NBA的Romero Osby 2014年来自绝心队的索轮签 最终兑现成Daryl Starrich 2017年来自胡人队的索轮签 最终转换成两张四轮签 分别兑现成Wesley Wendel和Rodeon Skrugs 同时2017年还有非常吸引人队的索轮签 最终转换成Daron Fox 这也算是魔术队近代的第一次重建 那刚才讲的这一堆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是关键 甚至说也是为什么魔术队 在近10年的第二次重建 得以重建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就是Nikola Vucevic 其实Nikola Vucevic是加盟魔术队以后 由于Dry Harbor的离去 因此在进去这一个部分是非常有表现的机会 而他也在上场时间增加以后 来到魔术队的第二个赛季 便搅出了场券双十的表现 或许每年数据上不管是得分 蓝板还是助攻都能看到有明显的进步 也正是他的好表现 让魔术队在18季9赛季打进了季后赛 就算是索轮被暴龙队4比1淘汰 但这也是魔术队自短和威离开以后 第一次打进季后赛 也正是这个赛季的表现 Nikola Vucevic入选了生涯第一次的全明星 之后便是在20-21赛季入选了生涯第二次的全明星 当然 魔术队第一次重建的核心绝对不只是Nikola Vucevic 像是Aaron Gordon Alfred Payton和Mario Hansonia 都是这第一次失败重建中的一部分 但真的要怪这些权吗 其实我不会 如果要找出魔术队第一次重建失败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当时有的总管Rompanic难逃其则 先不论他的剑队方针和教练团 所要给予权的定位有出入 更重要的是他的操盘真的有非常多可以诟病的地方 比如至今依旧被许多人讨论的自然就是为了加速重建进程 而在2016年夏天交易走Victor Oladipo 二生Elyasova和该界选手大会第十一顺位 The Mantis Bonus的签约所有权 而付出这么重的代价 最终却只给球队换来技能逐渐一个赛季的Sachibaka 相信这么说 大家应该能明白魔术队第一次重建 也就是那五年间到底有多么黑暗 当然 在第一次重建的后期 尤其换了总管以后 魔术队是选择以交为柔和的方式进行重建 也就是不完全坦克的方式重建球队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 魔术队有在18G9赛季后 课为6个赛季 再次打进季后赛 然而正宗的年轻天赋 始终没有成长至于其的高度 算是球队培养出来的王牌 终究不少短板造成球队上线脖手限制 魔术队据重是在2021年的交易大线 给第一次失败的重建结了个委 或是换个角度理解 启动了球队近10年的第二次重建 其实那一年的交易大线 魔术队倾向倾诉的资产 也就只有Nikola Vucervich的Aaron Gordon 毕竟也是手上算是最为值钱的筹码了 顶多在算进一个Avon Phonet 那么魔术队启动第二次重建的第一步 就是将Avon Phonet交易之旅三军 换取Jeff Tick和两张次轮签 后续双方也都得到一份交易特例 可能有些球迷会很好奇 这一笔交易的好处在哪里 就这么说 当时魔术队能让他们在球赛期 有新制空间之余 还能有1700万的交易特例来操作 也就是能让他们囤积到更多选手签 一个在后续有较多操作灵魂性的筹码而已 当然不一数魔术队很赚 但至少整个操盘思路 是符合一只即将打掉重建球队的思路 接着 就是将当家球星Nikola Vucervich 顺便抱进Alpharok Amino交易之公牛队 换取Wendell Carter Jr. Autoportet Jr. 一张2021年的索轮签 一张2023年的索轮签 同时还得到一张交易特例 相信尤其魔术队球迷 应该是极为明白这笔交易的重要性 也正是这笔交易 让魔术队在2021年 有那张索轮签选到France Wagner 至于2023年的那张索轮签 虽然Jahawel目前是没有得到很多的上场时间 但拥有奉献身材的跑动型射手 也是魔术队目前 尊重给予缺乏的战力属性 所以2023年的这张索轮签 也因着魔术队大环境的影响 我是觉得价值有些许被低估了一些 而在促清了球队对予值钱的筹码以后 他们则把尊重另一个 算是有价值的筹码送到决心队 那就是Aaron Gordon 整个交易细节为送出Aaron Gordon和Gary Clark 从决心队换来RJ Hampton Gary Harris 2025年的手轮签 并且双方都得到一张交易特例 基本上 这就是魔术队如何打掉重建的全过程了 那我们继续看看2022年开始 魔术队究竟是如何开始 囤积到现如今这些年轻天赋的 如果要直接给大家一个总结 只能说大部分原因 真的是靠坦克而得到的高速与选手签 但魔术队的坦克并不是放人群人乱打 而是有系统性的让他们去试错 和赋予正确的定位以及羊层计划 2022一赛季由于魔术队的三级 仅为21x51 倒数东区第二的他们也成功 错到一张乐透区第五孙位的选手签 并用来选进Jalen Sucks 同时刚才提到的Nikola Vucervich交易案 也让他们述是得到 攻流队的第八孙位选手签 用来选入France Wagner 那么在Jama Mostly建立的羊层环境下 France Wagner是被球团赋予第一组四点的定位 当然 其得分手段的多元性和Playmaking能力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先决条件也得是总教练看到 他有这种养成全能测移的可能性 而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 在使用率高于20%的情况下 他的场均失误次数仅为1.5次 其实也能渐渐印证Jama Mostly 在赋予他的定位上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 而除了进攻端 Jama Mostly也让我们看到 因为他的身材和速度 他在防守端的换防能力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防守资源 而且France Wagner在新修年 并没有面对到普遍新修所会有的防守挣扎 也正是对得起步点时的France Wagner 在未来有更大莫道攻防一体测一拳的可能性 而且Jama Mostly的进攻端 的确转换上NBA挣扎比喻讲中的还要多 但起码防守是真火 同时旋路两名已经不差 未来还有相当多可能性的年轻潜力 真的没有什么比较更积极的重建方式了 他的战绩却是很现实的 即使这两名新修有不少值得期待的地方 但奈何魔术队当时有的战力 真的是联盟垫底的等级 也正是东旭倒数第一的战绩 让魔术队在隔年选秀大会冲撞了壮严签 原以为是选秀小年 并且当时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壮严人选 还记得直到选秀前三天 壮严的逃路人选都还有Jabrat Smith Jr Chad Holmgren和Paulo Banccaro 不过魔术队最终也选择了 他们一直希望有的大型词球侧翼Paulo Banccaro 甚至说是他们当初希望Aaron Gordon能打出的样子 选进的Paulo Banccaro 即使新修年有被许多储民课病得分效率 甚至数据刷子 按照新修年能搅出场券20分6.9篮板3.7助攻 并且选前被不少人自已的防守短板 在进入联盟以后也比于想中来得好很多 本期更是能看到Paulo Banccaro 开始把选前最大卖点的单打能力 尝试融入进球队的半场进攻之中 整体不会打得那么突兀 更是让魔术队的阵地战进攻如虎添异 魔术队的第二次重剑 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三年以后算是进入重剑末段 那么截止目前要说魔术队已经重剑结束了吗 我是不认同的 我承认本期的确一度拉出一波九连胜是很不可思议 但他们现如今的处境 我觉得更像是二字三塞机的雷霆队 还欠缺那么一小块拼图就结束了 雷霆队当初欠缺的是Chad Holmgren 而魔术队呢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魔术队目前重剑的最后一小块拼图 会是他们的后场 毕竟以Paulo Banccaro和France Wong的 威和性的舰队方向 砍分属性的Cole Anthony 反正就已经确定会是很好的迪路人 魔王那也是很好的二阵景区球员 Mindle Carter Jr.就是一个很适合 Paulo Banccaro和France Wong的 威和性阵型的中锋 基本上魔术队现如今 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他们后场而已 Markel Ford是目前魔术队 台面上最稳定的一号位 而且转型重控以后 其实整体的表现相当不错 Jalen Sucks的确防守段 是没有过多能挑剔的地方 进攻端的威胁力本集来看 也有些为进步 但要说确立其后场核心的位置 目前也不算是特别牢固 至少没有到非他不可 Anthony Black高空位 方所多元性和顶级的二传能力 相当值得期待 然而目前进攻端的不稳定性 让其没有办法保证有多少的上场机会 所以距离后场核心 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因此这么讲下来 其实我觉得魔术队在 没有交易或是选秀的操作下 他们结束重建的解答已经在正中 那就是Jalen Sucks 而且本季魔术队能看出 也有依附于他更多的定位和场上的责任 虽然这更多是因为Marco Falls的上退 但本季出战的比赛截止 大概为全数所发就是蛮好的证明 那么魔术队虽然重建没有结束 但截止目前都还算是成功 而第二次重建的成功 要说有运气的成分 再也不算是太过分的说法 话是如此 魔术队第二次重建的成功 其实也至少还有三点关键因素 第一 自然就是总教练 Jama Musi的全员发展体系 刚才我们说到全员的定位能力 我不敢说之前第一次重建那一批全员 放到现如今这个方向 较为明确的总教练手上会比现在这一批第二次重建的天赋还要好 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魔术队的整个重建时间不至于是拉得这么长 而且还没有重建出什么结果 另外 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没有被提到的 那就是Jama Musi的全员自信心的建立上同样相当值得肯定 就像过去访谈中也提过的 他现如今所指教的魔术队是一直充满想要追求进一步的出院 可能这么听感觉像是废话 但能让一族这么有多元性和潜力的年轻圈 有这样的上进心和相信力 不得不承认Jama Musi确实有他的一套 那么第二个成功的关键 就是带队的时间点清楚Nikola Vucevic 最大化他的交易价值 比如一个鲜明的对比 当初巫师队就是没有把握住居家实际出清Belly Bill 虽然确实有霸王条款 但也不至于像是后续那样便宜的亏本买出当家球星 持续给自己囤积重建筹码最好的机会 那么第三个关键 也正是我为什么如此看好魔术队重建的成功 那就是未来的主动权 像是有什么新制空间 未来核心都可以留下这些紫白的东西不讲 魔术队目前所谓的重建核心 他们几乎都为着操作的主动权 这里指的是留下或是交易者的部分 像是Wendell Carter Jr.合约还有两个赛季 Cole Anthony到26-27赛季都有合约在身 最后一年还是球队选项 依旧被不少球迷在期待的Jonathan Isaac又遇上病产生 但就算后续魔术队要放弃他 也拥有球队选项 基本上从新制表的部分来看 针对阵容的权威来 真的是看不到有任何被限制的可能性 加上他们还至少到2030年 每一年自家索轮签还握在手上 并且上是2025年和2026年索轮签的部分 还将有其他球队的 次轮签更是从2025年起 几乎每一年都至少有一张别人家的次轮签 不管是后续要当成交易天头 或是用来解决阵容的不足 都是具备灵活性的操作方向 简单来讲 魔术队有机会升级战力的同时 他们未来能走的方向真的相当多 并且别忘了他们正宗的年轻潜力 还会持续在进步 或许这一次重建 真的有机会建立起 一直相比过去好强势的魔术队 好的那么关于魔术队的重建时间走梳理 整理的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好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魔术队重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出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也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追踪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